那么讲到身体法夫 还有啊 一层的意思 应该来谈一谈 这个夫子的教诲 其实里头的意思 很深很广 可以开启的很细致 那么我们的身体 既然是受制于父母 所以就跟父母是一起啊 当父母需要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连自己的身体 都贡献出来的 所以古代啊 我们常有听到 所谓歌谷疗亲 为了给父母治病 把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下来 作为药引子 那么现在呢 同样也有啊 这种感人的 这些势力 像在2005年啊 年初啊 评出了十大感动中国的人物 其中啊 有一位啊 叫田氏果 他是呢 在广州市的一名律师 当时38岁 那么他的母亲 在04年呢 患了有尿毒症 只有啊 要患肾 才能够啊 让他母亲 康复 可是找肾源 很不容易 所以田氏果 就决定啊 把自己的 一个圣捐出来 贡献给自己的母亲 而且呢 不敢了 告诉他母亲 要瞒着他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他母亲 很爱自己的子女 如果知道自己 因为有这个病啊 连累的子女 要这个献肾呢 他呢 他说他妈妈 宁愿跳楼啊 都不肯接受的 所以就瞒着 他的母亲 在医院里啊 做这个 换肾手术 手术当天 母子俩分开啊 被推入手术室 医生就从啊 田氏果身上 切下了这个肾 啊 安上这个 这个移植到了 他母亲的身上 那么手术也很成功 啊 后来母子两个人 都康复出院 而出院的时候 他母亲呢 还不知道 自己身上 这个新的肾 是来自于他儿子的 后来医院的医生啊 深受感动 把这个事情 报到了 中央电视台的 感动中国人物的 评选委员会 当这个 评委会的记者啊 来采访 还躺在病床上的 田氏果的时候 啊 田氏果说啊 别人当选 这感动中国 都是为了 都是给国家呀 做出贡献的 啊 我们知道 这个感动中国里呀 这人物啊 有像奥运金牌冠军的 啊 还有这个 啊 二十多年出生入死的 基督警察啊 啊 还有呢 这个 艾滋病的防护 防治专家呀 等等 啊 这都是对国家 有很大贡献的 但田氏果他说 我只是为我母亲 啊 为家里做出贡献 母亲生我养我 我这一点点的啊 这个贡献 还不到他给予我的万分之一啊 想不到 大家都给我这么高的荣誉 啊 那么我们想想 田氏果有没有啊 对我们国家 做出贡献 有啊 他的这种笑形 启发了多少人的笑心 所谓啊 慈母身上肾 孝子一片心 这个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委员会啊 对于田氏果的评价是 孝顺 孝心 孝道 是今天社会转型起 人际间情感疏离的感召 小羊 有贵母之义 乌鸦 有繁朴之恩 捐圣 旧母 大姓 大情 大义 所以啊 像田氏果这样 为他母亲捐圣 他自己呢 并不觉得是一个轰轰烈烈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真实的笑心 笑心就是啊 跟他父母是一起的这种观念 所以我的身体当然就是父母的身体 把我身体的一部分啊 回报给父母 这是啊 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么他自己本人 不觉得 有什么值得表彰的 这叫道啊 道是什么呢 自然的 本来就是这么做的 就所谓人之初 性本善 没有人教 他本来就是这么个想法 就是这么个观念 这是一体的观念 那么我们再看了 下面一句 立身行道 扬名于后世 以显父母 孝之忠也 在行称正义 孝经正义里面呢 他是这么说道 说 哀公问 这这部书 称 孔子对于 君子也者 人之成名也 百姓归之名 为之君子之子 事使其亲为君子也 此则 扬名 容亲也 这是正义里面 引用哀公问 里面的一段话 说孔子这么说的 他回答人 对于君子也者 人之成名也 一个人 他的德行 达到了君子 那么大家都敬仰他 所以人就成名了 这个成名是所谓 实至名归 不是他自己想贪图 这个名誉 是自自然然 人家对他的敬仰 爱慕 尊重 所以百姓归之名 那么百姓呢 都仰慕他 谈到 这位君子 是某某 人的儿子 或者是女儿 那他的父母 都被称为是君子了 所以事使其亲 为君子也 所以当我们行孝 当我们立德 这个时候呢 我们 有了君子之名了 父母 也被称为是君子了 这叫做 扬明荣亲 所以 我们在立身行道方面 不可以束缚 如果是做了错事 所谓 身有伤 移轻忧 得有伤 移轻修 第一次会告诉我们 身有伤 就是前面讲的 孝之实验 移轻忧了 让父母就忧虑了 得有伤呢 父母啊 感到羞愧呀 这是不孝 我记得我小时候 很爱集邮票 我的母亲 她也是 这个允许啊 让我呢 在集邮方面啊 这个 爱好 可是呢 有一天 我母亲发现呢 我竟然做了 一个 很 卑鄙的 事情 那就是 我 因为看到了 邻居家一个小孩 他也记忧 对他的那些 好的邮票啊 心里就起了贪心 因为那个小孩小 我比他大 我那时是 还在小学 就呢 这个想出一些诡计啊 把自己的普通邮票 跟他呢 这个换那些珍贵的邮票 这叫以恶意好啊 太上感应篇讲的 用 不好的东西 去换了 别人好的东西过来 这是贪心的 所以呢 后来呢 给我母亲发现 那么让我呢 把所有的这些好邮票 还给邻居 向他道歉 承认错误 而且我母亲告诉我 说如果你要以这个 这么样的心呢 来挤油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把这油票 统统烧掉 这对你的这个道德啊 会有亏损 所以那个时候 我这幼小的心灵啊 产生了极大的震撼 从此呢 就再也不敢了 有这些不好的想法 这个君子爱财啊 取之有道 不管你喜欢什么东西 以正当的图性啊 进行谋取 不可以用这种啊 卑劣的手段 所以这是我心里啊 当时震撼 而且呢 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个事情 连我母亲都忘掉了 但是我一直到现在 还记忆游行 以后不敢再犯了 这一类的 得有伤的事情 这叫自爱自重啊 不自爱不自重 这就啊 让父母的名声 都遭到了 侮辱 别人说 哎呀 这个孩子 品德这么差 谁家教的 他父母是谁 你看 骂这个孩子 就把父母也骂了 所以啊 自爱自重 不辱其身 那就是啊 对父母的 孝敬 那么 再进一步啊 要立身立德 做君子 做圣贤 然后啊 能够让自己的父母啊 名声啊 得以传扬啊 我们在第一讲里头啊 跟大家报告 我母亲 很愿意我啊 走上圣贤教育的道路 所以呢 他也同意 而且支持 我放弃了 昆斯兰大学 终身教授的工作 放弃了高的工资 收入 放弃了 买来的 啊 别墅的公寓 和汽车 回到了祖国来 跟随 恩师啊 来学习传统文化 从事呢 圣贤教育传播的工作 那么这个事情 在古人眼里啊 看的是很平常的 你看孔门三千弟子 哪个不是这样的呢 可是到现在呢 因为啊 伦理道德教育啊 已经到了 极其衰微的程度 大家对于 伦理道德 对于圣贤之教 观念都淡漠了 甚至对于孝道 观念都淡漠了 很少人啊 能够去 对父母啊 尽心竭力的行销 所以呢 社会啊 是这么一个风气的话 那我们 要努力的行销 虽然做的不怎么样 但是呢 也显得突出 所以呢 就有啊 这些团体 邀请 我的母亲 跟我 一起去讲这个 母慈子孝的 这个讲演 我们当时还不觉得 这个讲演怎么样 结果讲演出来以后 很多人呢 都非常喜欢看 好像都很感动 而且呢 见到呢 我的母亲 都非常的 尊敬 非常的敬爱 而且呢 常常有很多人 会送礼品 给我 让我呢 转交给母亲 说呢 替我 替我们向你母亲 吻后 对母亲 极力的赞叹 让我们没有想到 所以这是想到呢 现在啊 让母亲 父亲 这个 荣 荣 亲 阳明啊 不必啊 要等到后世 你现前这么做 现前就啊 让你的父母啊 得到光荣啊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影响呢 因为现在做的人太少了 人家不做 你来做 你就显得很突出嘛 所以啊 按照 古圣先贤的 这个伦理道德去做人 能得到啊 自己心安理得 幸福快乐 父母也得到光荣 这是尽效 我们继续看 行丙的正义里头的注解 父不敢毁伤 何观乃止 立圣行道 若惯 虚明经 虽言其始终 此略是有先后 匪为不敢毁伤 违在于始 立圣独在于终也 明不敢毁伤 立圣行道 从始至末 两行无代 此与次有先后 非于事里有始终也 那么这里 行丙的这个注解 很好 他这个意思呢 点得 这个 很很妙 因为呢 孝之始和终 不是就是在啊 这个年龄次序上来讲的 身体法复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啊 虽然是啊 孝之始 可是你一直做到呢 何观乃止啊 就是棺材 盖合上了 人蹬腿 闭眼了 才能够叫停止 换句话说 这一条啊 是终身奉行的 不是说小孩子 才做的啊 孝之始啊 一直贯彻 至终 那立圣行道呢 虽然叫孝之终啊 可是若贯 须明经 这是讲到 若贯是不到二十岁啊 二十岁 古人行贯礼 就是长成人了 戴官了 戴这个帽子了 戴帽子就成人了 自己要对自己负责任了 人家不叫你的名字 叫你的字 不叫你的名 把你当作个成人的看待了 那若贯是不成人 还没有 就叫未成年的 青少年 就要学习啊 立圣行道 要明白这些圣训了 圣人的教诲了 就要开始立志 做圣 做贤 所以这里说 虽然讲的 始和终啊 这是只是呢 表面上看 是有先后 这个保全身 不敢毁身 这是先 立身行道 这是后 可是虽有所谓的先后啊 可是先和后是互相融通的 所以非为不敢毁伤啊 唯在于是 不敢毁伤身体 不是说只在于开始的阶段 终身都要奉行 立身行道呢 独在于中 不仅是在于最后 不是说盖棺论定 那个时候 还是从小就要学习 立身行道啊 这是给我们的显明啊 不敢毁伤和立身行道啊 从始至末 就从始至终啊 两行无怠 这始和终 这两条啊 都要一生奉行 不可以懈怠 所以在次序上讲 虽然有先后 可是在事理上啊 没有所谓的始和终 那么我们 就是把这一句啊 经文呢 开解完了 下面我们再看下一句经文 福孝 始于世亲 忠于世君 忠于立身 这是孔老夫子啊 为真身呢 继续说明 这个孝道的含义 这怎么样子是行孝 这讲到三个层次了 世亲 就是啊 奉侍父母啊 世君 就是呢 为国家服务 立身 就是立身养民 成就圣贤之道 那我们来看呢 玉柱里面呢 他的解释 言行孝 以 世亲 为世 世君 为终 终孝 道柱 乃能扬名 容亲 故月 忠于立身也 这是 讲得很 明白 这个 孝道 从 奉侍父母 开始 在家里 要养成 这颗孝心 孝心养成 以后啊 到了 工作的岗位 叫世君 君 就是领导的意思 就对领导负责任 那么古代是君主制度啊 君也代表国家 所以世君呢 也就是啊 服务祖国人民 这是尽忠 要知道 忠和孝 它是一个心 能进孝的人 自然能进忠啊 为什么呢 因为孝和忠啊 不是两个心 它是同一个心 只是在 一个在家庭里面 一个是在 工作岗位上面 所以古人啊 去选拔人才 用两个标准 一个是孝 一个是怜 孝就是孝敬父母 怜呢 就是清怜 不奢侈 就是现在 八荣八尺里面 讲的 以 娇奢 淫义为耻 这个 清正联名 他又有孝心的人 那么 这种人 一定要请他出来 做官 为国家 为人民服务 他必定能够尽忠 所以啊 古人是求忠臣 与孝子之门 这有道理啊 那么在 四千多年前呢 还没有啊 这个 这种啊 皇帝的 这种 这个习 延习的时候 还是善让的时候 那么当时 选拔国家领导人 他也是用孝 像 姚王 选 顺王 就是看什么呢 顺王的大孝 那当时 善让之度 就是啊 不是世袭的 不是呢 把王位传给自己孩子的 在这一点来看呢 跟现在啊 民主制度啊 有相似 现在是选举 选举国家领导人 像选举总统 啊 选举 这个 国家主席 等等 那么选举 以什么样子的标准 最好呢 还是要用古人的标准 一个是孝 一个是脸 真正大孝子 他 治理国家 必定 能够 以孝治 天下 他必定能够啊 让社会和谐 所以 忠孝啊 都能够两全了 啊 才能够所谓的 扬敏 荣卿 固约 终于立身 所以 古人 他们的 这样的一种啊 尽孝的观念 就是 在家里 孝敬双亲 啊 除外呢 有这个机会啊 为国家服务啊 他必定是尽忠啊 而能够啊 扬明荣亲 啊 这是立身的 啊 这种啊 做法 那么这是唐玄宗的预注 啊 注解 我们再来看看行秉的 注解 啊 正义约 正义这部注解说 夫为人子者 先能全身 而后能行其道也 夫行道者 为先能视心 而后能立其身 前言立身 莫视其极 其极 实者在于内视其亲也 忠者在于初视其主 忠孝皆备 扬明荣亲 是忠于立身也 那么 孝经 这个正义里面呢 说到 作为人子 首先呢 要能够全其身 而后才能行其道 这是讲到 要做身体法夫啊 不敢毁伤 才能够呢 立身行道 那么行道的人 要先能视亲呢 先是孝顺父母 奉是双亲 才能够啊 谈立其身 为什么呢 因为孝是德之本也啊 要立身立德 首先得做个孝子 对父母的不孝 何来谈立身呢 何来谈立德呢 所以啊 真正希望啊 有志于 治国平天下的人 从哪里做起啊 从尽孝开始啊 所以前言立身 莫是其计 前面说到了 立身行道 扬明于后世 孝之忠也 那这一句句呢 就明确的告诉我们 修学的次第 修学的像 是什么呢 有层次的 由始 始于世亲呢 所以奇迹就是什么呢 就是表现在形式上啊 你要知道有这个次第 始者 在于那时期青年 从家庭内部开始 对父母进校 孝心养成以后啊 那么终者在于初世其主 这是为国家 为人民 这个主 就是领导 古代是君为主 现在呢 是民为主 所以初世其主啊 就是为人民服务 他能够对父母 能够全心全意的尽孝 自然对人民也能全心全意的服务 这个一个心啊 终和孝 它不是两个心 所以一个心 有了 另外一个自然有 这是一体的两面 同一个心 一个是对父母 一个是对呀 国家人民 忠孝 两拳了 接备就是两拳 才能做到扬名荣亲 这叫忠于立身 那我们 看到 有一位呀 叫孔凡生的党员 他受国家的委任 到西藏 去支援 藏族人民的 这些经济建设 西藏的生活条件很苦 而且呢 地处高原啊 这个孔凡生呢 他以前 这个住的是平原 是山东人 到了这个高原 也不容易适宜 而且呢 生活条件呢 很差 他在 那个西藏一个地方 做地备书记 可是他 全心全意的 来为藏民服务 孔凡生对他自己的母亲呢 就很孝顺 可是呢 当国家 委以他这个任务之后啊 他的老母亲就劝他 这家里有媳妇 看我 你就安心的 到藏族自治区啊 去 员藏 支援西藏建设 听党的话 所以空翻身就含泪啊 辞别了母亲 到了西藏啊 跟藏民们一起生活 最关心的是老人 看到一些养老院里面 条件很长 冬天冷 老人家的脚啊 由于那个鞋子破了 都冻得红红的 空翻身看了之后啊 这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就立即啊 把自己的胸口啊 衣服解开 把老人家的两只脚 藏到了怀里 去温暖老人家的双脚 在场的人看了都很感动 那么在医院里面 孔翻身他也兼做医生 看到这个 有一位老人家 因为啊 这个得了咳嗽的病啊 那个痰呢 在这个喉咙里咳不出来 冬天的啊 通常都有啊 这些咳嗽病 那么 痰咳不出来 是很危险的 很容易啊 就憋住了 所以孔翻身呢 当即立断了 把这个听诊器的 那个胶管啊 拆下来 一头呢 伸到了老人家的喉咙里面 一头呢 放在自己嘴里 把老人家喉咙里的 那口痰啊 吸了出来 解救了老人的 生命危险 那么 看到老人 有一位老太太 在牧羊 因为穿得很单薄 动得 很嘚嘚嘶嘶 结果孔翻身 立即把自己的 这个 棉衣啊 解下来 批到了老人家身上 那么他的工作 真是废寝忘产 忘我的工作 到最后啊 因为呀 劳累过度啊 而殉职 他走之前 留下一句话说 一个共产党员 最高的境界 就是爱人民 这就是圣人追求的 人的境界啊 孔子 孔子一生 就是追求人道 那么 孔翻身给我们显示出啊 忠孝 两全的 这个模范榜样 所以中央 表彰他 用他的事迹 来教导 全体的党人 我们现在希望啊 构建和谐社会 共建和谐世界 就要效法像孔翻身那样 以孝心 对待啊 百姓 对待所有的人 一个领导 以身作者 必定是啊 感化 感化所有的 下属 感化百姓 这就是孟子所说的 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 以及人之幼 天下可孕于长 用对自己父母的那领导 用对自己父母的那颗孝心 对待所有的长辈 用关怀 用关怀自己儿女的爱心 关怀所有的 这个 右辈 晚辈 社会啊 就和谐 天下就太平 天下可孕于长 和谐社会 可孕于长 易如反长 不难 这就是 古代圣贤君王 追求的 以孝至天下的境界 所以啊 一个人 从侍亲开始 到侍君 到立神 三个层次 这也是我们本经 的 中药 我们第一讲 讲到 孝经的 概要 五重悬疑 明宗 宗就是修学的方法 修学方法 就是这三个层次 那么 就一个社会 一个国家而言 以孝至天下 孝果最佳 那么就个人而言呢 以孝至身呢 也得到 莫大的利益 什么利益呢 我们可以说 能得到 不老 不病 不死 这个利益 你听到 什么人还可以不老 不病 不死 好像听得很玄乎 那我们用一个例子 来说明 这是近来 我们看到一个表彰报道 一位老人家叫白方李 他从74岁 那年开始 就靠登三轮车 挣一点钱 自己生活非常非常的辛苦 把钱都积攒下来 挣了总共 35万元人民币 捐给了天津的多所大学中学和小学 资助了300多名贫困学生 而这位老人 人们惊讶地看到 他的生活 辛苦的 已经接近于乞丐了 而当他93岁的时候 离开人世 他的这个私人财产 就是个零 在1993年到1998年之间 这位老人 资助了洪光中学的200多名账族学生 愈愈地给他们生活补助 一直帮助他们到高中毕业 那么有一年 他为南开大学贫困学生捐款 当时学校特别派车去接他 可是老人家说不用了 我不习惯于坐这些小轿车 我是只会登三轮车 所以他登着三轮车 到了学校 告诉领导说 这可以省一点汽油钱 多给一个孩子买一本书 所以在这个捐款的仪式上 当老师把这个事情一讲 台下都一片哭声 这些贫困学生 上台 接过老人家捐助的款项 双手都在发抖 这个老人 他说 我过的是很苦 挣来的每一块钱都不容易 可是呢 我心里是舒畅的 看到大学生们呢 能从我做的这一点小事上 唤起一份报国心 我高兴啊 这位老人一天登三轮车 也就能挣上这个二三十块钱 可是他能够啊 每天供养啊 十来个孩子的饭钱 他自己住的地方 非常的简陋 那么有一次啊 他要为了在车站那里啊 去拉客 所以硕幸啊 就在那个车站里 搭了一个三平方米的 这个小铁皮的棚子 就住在里面呢 这个夏天 温度高达四十摄氏度 冬天呢 杯子里的水啊 都结成了这个冰坨子 而这位老人 就在这个小棚子里面 整整住了五年 每天的登车 挣一点钱 一毛 一块 就这么样子挣下来 把它放到一个饭盒里面 等到存满五百块钱的时候呢 老人家呢 就把这个饭盒 揣在身上 蹬着三轮车啊 冒着风雨 去中学 去大学里送 那么等到他到了九十三岁这年了 当他把最后一个饭盒的五百块钱 送给啊 来看望的学校的老师 就对老师们说 我现在呢 干不动了 以后呢 可能不能再捐了 这是我最后的一笔钱 老师们呢 当场啊 全部都哭起来了 后来这位老人就这样与世 尝词了 可是呢 我们看他的晚年 他从来没有衰老过 也没有时间的生病 不老 不病 就以这一颗存孝的 啊 挚爱的心 关怀着 这些孩子们 自己生活的 再苦 工作的再累 但是呢 他都干 为了什么呢 为了 启发 孩子们的 报国心 所以他有没有死啊 他没有死 他留给世间的 是一份啊 永恒的爱 永恒的孝心 这是所谓啊 不老 不病 不死啊 那么我们真正行孝 自然啊 就能得到这些好处啊 啊 那么 你像这位老人 为什么他能够不老不病呢 七八十岁 八九十岁 依然能够登三轮车 啊 去 灾客 因为他心里面啊 只存着这颗爱心 啊 孝心的根本就是爱心啊 啊 当一个人有这份爱心的话 他的全身啊 血液啊 血气流通啊 啊 这个金木 水火土 这五行 组合起来的身体 能够正常运转 啊 所以呢 他能够啊 啊 不病 啊 他能够不衰老 啊 而且他能够啊 精神不死 啊 那么人 到底能不能够达到啊 不死呢 是可以达到的 啊 如果是人啊 能够不死 啊 这是多好 啊 过去秦始皇啊 到处就找一个不死的药啊 如果人 大富大贵 啊 啊 但是呢 他没办法不死啊 你看 这是多悲哀啊 啊 要知道 财富再多 官位再高 也免不了一死 如果能够回头 去寻找啊 不老 不病 不死的方法 这个人就能得到解脱啊 啊 我们知道 人的本性 是不生不灭的 啊 这就是老子所说的道 啊 道是不生不灭的 啊 他是不死的 当一个人行孝的话 这就与道相应 就能够把本性啊 开发出来 啊 我们这个身体 五行 啊 结合的 金木水火土 啊 组合的身体 他有 老病死 可是啊 我们的灵性 我们的本性 是不生不死的 所以当一个人呢 把 用孝道啊 把本性开发以后 他生死问题都解决了 他可以得到啊 不死 啊 顺王 他就是通过行孝 达到了 不死的 境界了 他的生死问题啊 都了了 都解决了 啊 为什么呢 你看 顺王能够啊 在他父母 这样子对他恶劣 略带的情况下 甚至要迫害他 啊 三番几次啊 要把他置之于死地 而他的心里没有丝毫的抱怨 没有丝毫 惩恨 说明他已经啊 超越了 我像 人像 佛家讲的 生死怎么来的 因为有我像 人像的执着 有我像 人像的话 在这样的这个环境里面 受不了啊 只有把我像 人像放下了 他才能够 在这个境界里面 辱辱不动 不受他影响 依然保持 存效之心 就是爱心 佛法 佛经里面 有部金刚经 就提到这个 问题 讲到释迦牟尼佛 前世 是做忍辱先人 遇到一位暴君 隔离王 隔离王 要 这个 害他 所谓 凌迟猝死 把他身上的肉 一块一块割下来 让他急痛苦当中死去 割结他的身体 但是忍辱先人 没有一毫的嗔恨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那个时候 已经没有 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就执着全部放下了 所以这种辱 他能忍 忍辱的时候 也没有啊 忍辱的念头 假如有我像 人像 他应该生嗔恨了 他没有 所以顺王 也做到了这个境界 所以我们知道 顺也必定是了了生死了 那么后面 有一句啊 大雅云 无念而主 欲修绝德 这是本章引用了诗经大雅的一句话 这个无念就是念 无是个语气词 就是念念不忘你的祖先 而是你 欲是数 叙数 修呢 是要修持 绝是他的 就是主德 所以啊 欲诸上讲 一曲横念先祖 素修其德 就是常常啊 怀念祖先 念祖德 要叙数和修行 他的道德 念念呢 不忘祖先 这样子啊 才能做到立圣行道 扬明后世 这是开宗明一章 我们就介绍到此地 今天事件到了 先讲到这里 有不妥之处 请各位忍者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